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罢免案昨日落幕,实力官方在今天公布参与罢免案的活动收支,总计结于33万元,不少网友纷纷留言,要求发动罢免的安定力量比照办理。 时代力量今日在脸书上公布罢免活动收支,所有经费由中央党部成立专案接受捐款,专款专用,自11月1日设立后至14日止,共有169笔网络邮政划播捐款,以及两场现场活动捐款,总计收到124万2803元,支出为91万1967元,结于33万836元。 此举获得不少网友赞赏,纷纷留言表示,一个资讯透明化的概念不错,不知道对手的明细如何,敢不敢公告呢?这次某某们的收支公告在那儿呢?请安利也比照公布吧!安利,作秀,我们不随之起舞,想看安定力量的收支明细。